父親啊,右邊身體手不能動了。 我第一眼看到那個原來東仔那邊的老老頭。 我們應該要稱他為那個太爺的。 第一眼看到那個躺在場上面。 然後看到一個老太,一個老太啊。 所以一附上補丁又補丁的,像個鐵蓋。 右手要住在一個拐杖。 右手住在一個拐杖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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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三個人呢,出現第三個人呢。 一個老太從我們家門前路過,路過進了家。 他的第一個丈夫姓鮑。 第一個丈夫姓鮑。 第一個丈夫姓鮑。 這個三個人交織在裏邊。 這三個人交織在裏邊。 這個三個人交織在裏邊。 交織在裏邊。 第一個人,那個應該叫太爺的。 他晚上這四個就躺在床上。 躺在床上,動不了了。 躺在床上動不了了。 就是那個樣子。 躺在床上動不了了。 右邊,動不了了。 第二個老太,那是庄的。 庄的住在拐杖。 是個演員。 庄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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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庄的話說來叫化人。 我應該是來拯救你們的。 你們看到路上的鐵蓋之類的。 你不要瞧不起我。 我是神經下盤。 然後來測試一下人心的。 看看哪個人最後會送饅頭給我。 送饅頭給我。 這第二個,這個視頻上做出來的。 第三個。 第三個老太。 在我差不多八歲、九歲的時候。 有一天,一個老太從我們門前路過游溪旺東。 然後呢,通過爸爸、媽媽說了幾句話。 然後呢,那個老太太好像有很多話要說。 好像很多話要說。 然後呢,我爸爸就疊著那個老太說了。 說了一口話以後呢, 就到中午了。 中午了以後啊,就留了一頓飯。 請了她吃飯,吃那個老太。 你看,這次我們非常明顯。 非常明顯。 非常明顯。 那個老太啊,來著非常明顯。 有個不一樣。 平時啊,我們家如果來的那個親戚。 我們一定是拿最好的東西拿出來。 比如說,我家外婆來了。 或者我外婆的姐姐來了。 哎呀,我家NNNONONO, 做了很多好吃的。 當然,我外婆來的時刻就帶了, 也是帶了很多好吃的。 所以啊,我們那是小醉蟲嘛。 就盼賣著家裡來客人。 來客人的,就做了好吃的。 就可以吃了。 但是啊,那個, 前那個老太的時刻, 我們家裡就沒有肚子什麼。 是冷冰冰的。 哎,招待了這個老太。 招待了這個老太。 而這個老太是誰呢? 我一直不知道, 他是誰。 好像,我家裡也很不喜歡這個老太。 也認識這個老太。 我們一直不知道這是誰。 直到, 大概在, 2011年。 2012年。 你拍我唐妹的, 免原地地下的時刻, 才知道這個老太是誰啊。 啊, 我講一下, 那是2011年或者2012年。 那是2011年或者2012年。 排我, 唐妹的時刻。 他免原地地下, 發生了什麼事啊? 原來, 原來, 在1945年, 8月6號和8月9號, 美國, 向日本投資的, 兩顆原子段。 8月17號, 放射性污染物飄到中國。 第一站, 就是江蘇啟動。 就是我的老家, 江蘇啟動。 放射性污染物從日本飄過來。 8月17號, 正式夏天。 正式夏天。 那些男子, 幹活, 光著上身, 只穿著短褲。 放射性污染物飄到身上, 就中招了。 飄到身上, 中招了。 零排場中才知道。 放射性污染物啊, 從放射性污染物啊, 從放射性物質之間, 有跟我們眼睛看不到的線, 連到的。 放射性污染物飄到人的身上, 把人的能量, 從小的地方, 吸到了大的地方。 也就是說, 放射性污染飄過來的東西, 有跟線, 連到那核子上面。 就把, 跑到了, 就把能量抽走了, 把能量抽走了, 能量抽走了。 我們知道, 能量是守恒的。 那麼, 原來爆炸的核能, 哪裡來的? 原來啊, 它是跨時空的, 把, 能量, 抽出來了。 然後, 它成了一個負能量。 那個負能量, 再從人身上, 把這個能量, 卸走。 也許, 它碰到那個土地。 那個土地, 如果放射性污染, 漂到地上一個, 那個地球非常非常平潔。 非常平潔。 為什麼? 土地的能量, 也被它, 抽走了。 這個能量跑到哪裡去了? 跑到, 那個核物質那邊去了。 原來爆炸的, 搬一炸。 炸。 它把能量釋放出來了。 它能量哪裡來? 後來, 再補充出來, 再補充進來。 這個就是放射性污染物, 到處, 漂到哪裡, 就要卸正能量。 漂到哪裡, 就要卸正能量。 漂到哪裡, 就要卸正能量。 這就是為什麼, 我們小池哥, 我們江州啟動啊, 那個土地啊, 非常非常平潔, 幾乎很難種出東西來。 就是放射性污染, 漂過來了呀。 然後, 再回到, 說這個老太, 名牌的, 以後啊, 才知道。 因為, 放射性污染嘛, 整個漂到, 中國那一刻啊, 第一站江蘇啟動啊。 8月17號, 正式夏天啊, 好多男子啊, 光在上城, 只穿那個短褲啊, 出去幹活啊, 大家中招了呀。 很多男子, 中了放射性污染物。 然後, 一個一個去世了。 幾年以後, 一個一個去世了。 幾年以後, 一個一個去世了。 然後, 這位老太, 他結婚了, 已經有那個兒子了。 丈夫姓包, 丈夫姓包。 他的丈夫, 中招了。 他的丈夫中招了。 不久, 就去世了。 他還留下那個兒子。 女的, 因為那人呢, 他生活能力比較差。 他沒辦法, 唯一的辦法就是嫁人。 又嫁了一個人。 哪知道第二個人呢, 也是中了放射性污染物的。 不久又去世了。 不久又去世了。 後來, 又再向第三個人。 第三個人是誰呢? 是我祖父的哥哥。 原來他沒結婚, 是我祖父的哥哥。 他沒結婚。 我的爺爺啊, 在上海, 在國民政府的兵工廠裡面, 因為日本轟炸, 他幫了國民政府搬遷, 用那個船啊, 就是充當潛伏啊, 一路拉那些兵工廠的設備啊, 一路從上海拉到重慶, 後來才也沒回來。 因為那個單位, 兵工廠也是保密的, 就是沒消息了。 我, 沒消息了。 我外婆啊, 不是, 我奶奶, 因為我爺爺啊, 在上海, 被日本混他就炸死了。 然後他改嫁了。 然後, 然後, 那個老太啊, 就嫁給了, 我爺爺的哥哥。 這是他第三個丈夫。 然後我爸爸, 沒地方去了, 就, 我爺爺的哥哥, 也就是我爸爸的伯伯, 我收養了他一段時間, 收養了他。 哎, 就在他家生活。 那麼就相當於, 一個是養父, 那個老太太就是養母了。 這是他第三次嫁人。 但沒有多久, 又去世了。 就是, 我爺爺的哥哥, 又去世了。 他中了放射精污染物, 零排的事才知道, 中了兩個放射精污染物。 一個在主胸部, 一個在右下腿, 一個在右下腿。 不久就去世了。 去世了以後, 這個老太太, 嫁了第四個人。 嫁了第四個人以後, 沒有多久, 又去世了。 也是中了放射精污染物。 當然那個年代都不知道。 都不知道。 是我零排了才知道。 第四個丈夫去世了。 第四個丈夫去世了。 那個老太, 嫁了第五個丈夫。 嫁了第五個丈夫, 又去世了。 又去世了。 後來, 嫁了第六個丈夫。 沒多久, 又去世了。 後來, 大家都說一個結論了。 那個老太太是個克服命。 也就是說, 誰從她結婚, 那個男的就會死去。 這個, 再也嫁不出去了。 再也嫁不出去了。 當然, 我們當時是不知道這個情況。 然後, 沒過多久, 她在第六個丈夫家裡邊, 做飯的時候, 一場社會, 把整個房子都燒掉了。 整個房子都燒掉了。 然後, 說給你看, 她又回到, 回到了, 回到了, 第一個丈夫, 生下的, 兒子那邊。 那老太太, 然後, 家裡的六個丈夫全去世了。 六個丈夫全去世了。 然後, 房子也燒掉了。 最後, 回到她第一個兒子那邊。 在江蘇農村的話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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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一個人, 丈夫去世了, 神往, 那才是對的。 如果嫁人的話, 就被人家指指定點。 如果嫁了六個丈夫, 都去世的話, 就會被別人當笑話講。 當笑話講。 所以, 當時, 見到這時候的老太, 和我爸爸說話呢。 實際上, 他嫁的第三個丈夫, 就是我爸爸的大伯。 然後, 我爸爸在大伯那邊, 也待了一段時間。 後來, 沒過多少年, 那位大伯, 是肺結合, 大吐血去世了。 因為吐血嘛。 當時, 只想到, 只想到, 是肺結合, 都不知道原因。 是我林牌, 在2011年, 2012年, 林牌的時候, 才解開了這個謎。 才解開了這個謎。 我們再回到那個場景。 再回到那個場景。 那個老太, 從我家前面, 露骨的時候, 我爸爸媽媽, 跟他說話的時候, 那老太, 覺得很卑微, 很卑微。 那個時刻, 大概, 處於家人, 第五個, 或者第六個丈夫, 也已經去世了。 也就是處於, 十分尷尬的, 那個樣子, 那個年代。 所以, 如果, 我家的時刻, 因為, 到了吃中飯的時刻了嘛, 那我父母, 就, 能拿什麼, 就拿什麼, 因為沒準備嘛, 大家都沒東西嘛。 如果是, 外婆來了, 或者外婆的姐姐來了, 她們是視線寫信過來的, 告訴, 什麼時候, 會來。 來的時候, 也帶了好多吃的東西啊, 那麼, 又拿著說吃的東西來, 那時候, 就, 拿不出, 吃的東西來。 好, 記好了, 我剛才說到, 1945年的, 8月6號, 和8月9號, 放射性污染我, 飄到中國。 放射性污染我, 8月6號, 和8月9號, 美國, 向日本投資了兩顆原子彈。 然後, 8月17號, 放射性污染我, 飄到中國。 當時, 林牌的簽書上, 是這樣的寫的。 1945年, 8月6號, 和8月9號, 美國, 向日本投資了兩顆原子彈。 8月17號, 放射性污染我, 飄到中國。 其後, 中國死亡人口, 超過了日本。 中國, 人口最少死, 只有4萬萬, 人們, 人們, 誤以為, 中國, 發生了溫月, 或者, 鼠月。 然後, 一句話, 1945年, 8月17號, 是中國的國難日。 這個, 當時, 林牌的時候, 看到天書上, 就這麼幾句, 總結的話。 林牌完了以後, 我為, 我為, 這位, 我爸爸的大伯, 原來, 墓碑, 墓碑由中英文, 寫下了這段文字。 1945年, 8月6號, 和8月9號, 美國, 向日本投資了兩顆原子彈。 8月17號, 放射性污染膜飄到中國。 其後十年, 中國, 死亡人口, 超過了日本。 人們, 誤以為, 發生了溫月, 或, 鼠月。 中國人口最少是, 只有4萬萬。 1945年的, 8月17號, 是中國的國難日。 那個, 墓碑上寫著, 陸志清, 您, 主胸和右下腿, 中了放射性污染污。 中了放射性污染污。 你的願望, 是像在全世界範圍之內, 要消費, 消費核武器。 我們, 作為您的後代, 已經知道您的心願。 我們會盡, 我們最大努力, 完成您的心願。 我在, 2012年的清明節, 林牌是在2012年年初, 應該是2月份。 然後, 在2012年的清明節之前, 立了這個墓, 墓碑。 因為, 在農村裡面, 你寫著中藝門, 墓碑的話, 可能會引起人的, 引起麻煩的。 所以, 我們住這個墓碑的時刻, 是這樣的, 墓碑啊, 上面是前半節, 上半節, 是人的名字, 誰列的碑。 下半節, 講了中文了, 在下半節, 埋了你語了, 就告訴他, 又放出一些污染物, 這回事。 然後, 這個墓碑是, 兩層的, 背後一層, 有一門的門子, 被靠過來, 對待裡面, 被, 被靠過來, 對待裡面。 到未來的時刻, 哎, 中國啊, 不是現在這個, 樣子的時刻, 我們再把這個翻過來啊, 不然的話, 有這個目標都害怕, 說不定有, 有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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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這麼一個情況, 所以啊, 所以啊, 林派的一個, 在一大清浪, 我們家座裡面, 所有的親切, 要麼, 主胸部, 當毛病了, 要麼, 右下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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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當毛病了。 然後, 在1985年的, 8月17號那天, 我剛才講的, 1945年的8月17號, 是中國的國難日, 然後, 在1985年的, 1982年的, 8月17號那天, 我爸爸, 大吐血, 大吐血, 後來, 醫生, 在胸部看到了一個, 蓋化解, 就診斷了, 肺結核, 然後, 一直, 打針, 吃藥, 當結核病來治療, 當結核病來治療, 後來, 我在2012年的, 零排過程當中, 才知道, 我爸爸, 大吐血那天, 8月17號, 就是中國的國難日, 提醒, 曾經由放射性污染, 飄到中國, 這麼一回事, 原來, 我爸爸不是肺結核, 是靈異世界, 大吐血啊, 就是提醒, 8月17號, 是中國的國難日, 8月17號, 是中國的國難日, 好, 現在我看到的場景啊, 中國啊, 在歡呼啊, 哎呀, 現在特朗普啊, 特朗普中了, 已經,已經, 中了那個, 觀察頻道了, 已經, 在觀察頻道了, 全中國在歡呼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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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時候, 人家就很粗了, 這個時候, 我們應該有核武器, 趁著美國沒有, 沒有頭的時刻, 啊, 請了五手的時刻, 我應該把核武器打到, 打到美國去啊, 要把核武器打到美國去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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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如果聽到, 看到, 我今天, 這個林牌, 講述, 一個老派, 加了六個丈夫, 六個丈夫全去世了, 這個原因, 原來, 都是中了放射性污染物, 嗯, 放射性污染物, 是在哪裡中的, 原來, 美國向日本投了兩顆原子彈, 8月6號和8月9號, 投了兩顆原子彈, 在廣島和長崎投了兩顆原子彈, 8月17號, 放射性污染物漂到中國, 隔海漂到了中國, 然後, 放射性污染物, 引起了, 我們, 江蘇老鄉那邊, 那麼多人的, 死狼, 但, 如果不吃林牌的話, 誰也不知道, 誰也不知道這個事, 所以啊, 如果你有, 有興趣, 誰去研究我們江蘇啟動的, 那個, 1945年, 到1949年, 到1955年之間, 那段歷史的話, 你就發現, 我們那邊很多寡婦啊, 很多寡婦啊, 也就很多男子去世了, 都欺詐年男子, 為什麼是欺詐年男子啊, 因為那是夏天嘛, 男子幹活的時候, 就穿了短褲嘛, 光著上身, 光著下腿嘛, 就中招了呀, 那些女人啊, 穿得周遮一點, 或者呢, 戴在家裡, 基本上也沒, 沒多大戳戒, 老若病臣, 在家裡邊, 反而沒事, 那些欺詐年男子啊, 在地裡幹活的人啊, 就中了放射性污染戶, 一顆原子彈, 丟在日本, 當時死亡的人口, 中國, 既然超過了日本, 因為為什麼, 班人一下子炸了時刻, 爆炸一顆, 爆炸一顆, 然後, 爆炸是在日本, 當時受到了輻射那些的, 當時後來放射性污染慢慢慢慢飄啊, 慢慢慢慢飄啊, 然後, 我們在林派的時刻, 就發現, 已經飄到了西班牙, 葡萄牙了, 然後, 林派故事當中, 我知道了, 我的那位, 爺爺啊, 就是我祖父的哥哥啊, 他的, 林派啊, 為了把這個消息啊, 要傳到, 人家人, 他在林派就知道, 他的氣勢原因, 是中了放射性污染過, 但是他誰也不知道, 誰也不知道, 這個事情啊, 所以啊, 他在, 他在, 像, 日本, 像其他地方, 世界上, 像宇宙裏面招魂啊, 招魂啊, 要找一個, 能力強一點的人啊, 找一個能力強一點的人啊, 能把這個消息啊, 傳到, 人家來啊, 然後啊, 這個時刻啊, 我從日本啊, 就再投胎, 就到了, 到了中國了啊, 然後我那個, 那個堂妹啊, 也是啊, 從日本啊, 投胎, 也是到了, 中國了啊, 他一直都中了兩個人, 然後啊, 我在林派過程當中啊, 我那個, 爺爺啊, 在陰間呢, 畫一個, 這個, 放生去污染污, 世界分布图, 就是那顆原子量爆炸以後, 對世界的影響啊, 原來這個放生去污染污, 一直漂,一直漂到, 漂到西班牙葡萄園, 然後, 隔海, 然後又慢慢慢慢, 又到了美國來啊, 隔海, 然後他, 為了把這個, 圖畫好, 圖畫好, 他正在學西班牙語, 葡萄牙語, 我說了這句話的時候, 我那個, 我那個, 唐位, 噗通笑了一下, 我說你幹嘛笑, 他說, 我正在, 學西班牙語, 葡萄牙語, 我那, 唐位專業是英語, 然後他的第二位也是日語, 然後, 已經早就工作了啊, 我林派的那天, 已經早就工作了, 很多年了, 他既然說, 他正在學西班牙語, 葡萄牙語, 我讓我嚇一跳, 原來這個, 這個信息來自哪裡的? 原來來自於, 我那個, 在應接的, 我那個爺爺啊, 就是我祖父的哥哥啊, 來自於他那邊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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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這兩天啊, 我爸爸說, 突然那個右邊啊, 不能走路了, 我發現一死, 這兩天呢, 我南京的姑媽, 和小叔叔, 到我家去, 突然, 我爸爸的腿現在不行了, 為什麼? 我原來臨排完了一個, 一大天啊, 南京那邊, 我姑媽, 包括我爺爺的半年啊, 他的右, 就是右下腿不能走路啊, 右下腿不能走路啊, 這次我, 我那位, 種了方式的五彎豆, 一個種在胸部啊, 主胸部啊, 一個在右下腿啊, 一個在右下腿啊, 一個種在右下腿啊, 一個種在右下腿啊, 他們的症状都在南京那邊, 我爺爺那邊, 我爺爺這刻是因為不能走路, 右下腿不能走路, 然後就慢慢去世了, 然後南京的那個奶奶啊, 就是他後來去的, 那後奶奶啊, 他是他的肺炎, 主胸部啊, 我爺爺那邊, 我爺爺那邊, 有幾個年紀輕的, 年紀輕的, 是路線來啊, 是在這個地方啊, 我唐妹, 我唐妹, 是, 呃, 面前的地下, 我姐是, 徐小板嫂, 我姐夫, 白雪被去世了, 這個都是很久, 很多年, 二十多年前的事啊, 原來, 我們家族裡邊, 一百八十七個人, 或者一百七十八個人, 當時我看的是, 林牌的時候沒來的, 就看的是一百七十八, 還是一百八十七個人啊, 他爲了, 把這個消息傳到人間來啊, 他把那個, 一個一個親戚啊, 身上, 要麽在這個地方吃了一下, 要麽在這個地方吃了一下, 用那個, 千分之一的放射性污染物, 放到人的身上, 來提醒這個, 但是一般的人, 哪裏記得這個事嗎? 另外一個, 我講一個, 1990年年級的一件事, 1990年年級, 或者1990年的年初, 應該90年, 應該是1990年, 秋天的時刻, 我在人民醫院工作, 我在啟動人民醫院工作的時刻, 突然有天一個女的, 姐姐媽媽來找我, 哎呀, 我認識你父母的, 她說我的哥哥啊, 騎二等車的時刻, 上橋啊, 沒有, 沒有, 上橋啊, 沒有下車啊, 什麼叫二等車啊, 就自行車, 自行車後面帶來人, 就是我們那邊, 交通不發展嘛, 自行車帶來人, 就人家給個兩塊三塊, 四塊五塊的這樣, 這樣, 她上個橋, 高橋的時刻, 她沒下車, 騎上去, 突然一下子那個腿痛啊, 一下子那個腿痛啊, 後來她說找我, 找我說, 那我就帶她到外科醫生那邊交代好了, 第二天, 她告訴我, 說她的個個啊, 說她的個個啊, 整個晚上, 腿是冰涼的, S光片上看的時刻, 沒有看到血塊, 也沒有看到異樣, 當然就是腿痛, 後來, 呃, 其中的腿痛, 轉院, 到南通去, 我那天正好夜班, 第二天休息, 啊, 我以前說這個消息, 行, 我跟著救護車過去吧, 救護車不是我的事, 他們救護車, 上面沒有醫生了, 因為不是那種, 什麼心臟病什麼之類的, 要接救吧, 接著一個救護車送過去, 我說行啦, 我跟你過去吧, 因為你大概南通那邊, 人也不認識人了, 可能交際比較麻煩, 反正, 我醫院呢, 雖然我也沒去過啊, 參加那個白頭瓜過去, 好笑才一點啊, 把你送過去, 送到以後, 一個星期以後, 我回老家的時刻, 我媽媽告訴我一件事, 說, 那個人結智了, 那個人結智了, 啊, 就莫名其妙, 就結智了呀, 當時很震驚, 很震驚, 就騎個自己的上, 上橋, 沒有下車, 沒有下車, 就引起了這樣的事情啊, 很震驚, 很震驚, 這個真的是百事部的奇蹟, 後來, 我在, 二零, 一二年, 零排的時刻, 哎, 在零排的時刻, 破解了這個名, 所有家族裏邊的人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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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要么在主胸部, 要么在右下腿, 被那個爺爺啊, 從臨界啊, 刺到了放射性污染部, 來告訴咱們, 有放射性污染部, 飄到中國來的這回事, 哦, 然後我那個, 剛才說的唐妹啊, 我那個唐妹的, 媽媽, 她那個, 主胸部的, 肺, 肺結合, 肺結合, 肺癌, 把主邊的肺都切除了, 三個病都, 三個病, 都要命, 因為肺結合總是好不了, 另外一個, 說利弄感情感染也好不了, 然後肺癌也好不了, 原來啊, 是因為放射性污染部啊, 哎, 這個事情, 從陰境來的一個靈異世界, 我那個爺爺從那邊, 吃到這個地方了呀, 然後, 我那個, 就是我唐妹的爸爸, 我叫他叔叔的, 他的那個右下腿啊, 走路的一拐一拐的, 我領牌的四個, 父親發現了這個問題啊, 四個我告訴他, 我說你的, 隔了一個星期就問他, 哎, 他說我腿好了, 他說我腿好了, 我前面就去按摩啊, 哎, 安慕小姐幫我安了兩次好了, 實際上不是安慕小姐, 安慕好的, 是我領牌的四個, 哎, 從爺爺那個爺爺那邊, 沟通好了一個, 他離開了, 那個, 他的靈魂離開了, 然後才知道了, 哎, 然後啊, 他的腿就好了啊, 然後今天, 今天我爸爸那個病老了, 原來是告訴我們啊, 應該要強調一下, 因為, 我們, 很多年啊, 我到了這邊最近, 沒想那個, 放水性污染物, 對大家的影響, 哎, 所以啊, 沒想那個放水性污染到大家的影響, 現在這個信息啊, 因為中國在國內啊, 用原則來打到美國來啊, 所以今天要提醒大家, 你如果使用核武器的話, 如果使用核武器的話, 那個放水性污染物是會飄的, 哎, 放水性污染物是會飄的, 那麼, 那有可能, 你使用到, 不是可能啊, 你使用到核武器的話, 那麼, 會影響到地球上, 輸的人, 所以啊, 現在外星人呢, 有很大的, 一部分的, 很大的, 一部分的, 一部分的, 經驗, 或者要, 要把那個地球上的放水性污染物, 要把它, 要把它, 要把它清理掉, 要把放水性污染物清理掉啊, 我正在, 找一下子, 納爾利, 林培, 納爾利的那個是第幾個, 第幾率啊, 嗯, 是, 是, 應該是在20, 2013年, 2013年年初, 2013年, 2013年的年初, 嗯, 林培, 我唐位, 唐位的, 因為我這個是要, 要文字上看的話, 就有點慢, 如果說是, 啊, 是在2013年的, 3月17號, 2013年的, 3月17號, 嗯, 是, 林培我, 唐位的, 明月的地下, 然後, 出現了原子彈, 爆炸, 這個事情, 就剛才我講到的, 好, 然後再回到主題上, 再回到主題上, 再回到主題上, 現在, 因為, 因為中國, 包括全世界, 都不知道, 那個, 那個原子彈, 飄到中國來, 放射性污染, 啊, 原子彈, 在1945年的, 8月16號, 和8月9號, 放射性, 啊, 美國向日本投資的, 兩顆原子彈, 8月16號, 放射性污染, 飄到中國來, 原來, 今天, 我們這個事情, 基於我們這個事情, 啊, 因為, 如果沒有零排的話, 誰也不知道, 江蘇啟東那邊, 從1945年, 到1955年之間呢, 很多很多的, 青少年男子去世了, 那邊很多寡婦, 一般人都沒注意這個事情, 後來我零排的時候, 才做到這個事, 而那個老太太, 是我親眼見故的, 親眼見故的, 那時候, 我在小學, 不知道這個老太是誰, 大概, 隔了兩三年, 因為那個老太啊, 我看到她的那個眼神啊, 我一直記得, 她有一副很哀怨的那個眼神啊, 很哀怨的眼神啊, 這個哀怨的眼神, 看到我的時刻, 我印象, 非常非常深刻, 直到, 2013年, 3月17號那天, 零排, 接觸以後, 我才破解開這個米啊, 才破解開這個米啊, 那個老太啊, 那個哀怨的眼神啊, 另外一個, 很奇怪的, 因為, 我家, 我們小時候, 要不然不會請人到家來吃飯, 要不然請人吃飯的話, 都是有好, 好點的東西吃的, 那天, 吃的東西沒有好的, 就很平淡的, 請了這個老太, 這個平淡裡面, 有個什麼, 我爸爸, 對這個老太, 也有點鄙視的感覺在裡面, 為什麼? 按照農政的習慣, 你不能一次又一次叫人啊, 你第一個, 你第一個, 你第一個丈夫去世了, 你朋友呢, 那麼, 你嫁了第二個, 第二個丈夫再去世了, 嫁了第三個, 嫁了第三個的時候, 就是我爸爸的大伙, 我爸爸從他們也生活過一段時間, 後來, 那個大伙去世了, 那個家也閃了, 也閃了, 這個家也閃了, 那個老太, 嫁了第四個人, 然後我爸爸去了那裡, 我爸爸去了江蘇海盆, 他的外公那邊, 那是一個靈樣的外公, 不是青春的外公, 在那邊, 然後那個, 又平成了, 不是成本啊, 不是地主, 還是富農啊, 就被專政對象, 被專政對象, 那我爸爸小時候在那邊, 生活還不要緊, 我爸爸後來工作的時候, 在那邊當老師的時候, 那邊當地的公社裡面, 或者大隊裡面的幹活, 叫我爸爸要上台, 要揭發他的外公, 偷東西, 就再張嘛, 要揭發他, 原來開批鬥會的時候, 我爸爸去賭啊, 能賭就賭, 也不見為盡, 現在就了上台, 要再張他的外公了, 他受不了了, 然後我爸爸, 就搬家了, 搬到其中去了, 搬到其中去了, 搬到其中去的農村裡面, 原來有宅基地, 有自留地, 然後本來就是要賭那個, 政治的問題, 賭他政治的問題, 賭到外公, 原來本來要賭他外公, 後來, 那個, 他把那邊放棄了, 滋留地和宅基地, 就退給當地了, 本來拿著那個土地, 遷移證, 應該到江蘇啟動啊, 到江蘇啟動啊, 拿新的宅基地, 和滋留地, 哪知道, 打開一看, 上面證明上面, 成分, 寫了個地主, 這麼一搞的話, 本來就賭這個成分, 你現在的話, 寫在這個, 欺行證上的話, 就不敢拿出來了, 1966年, 搬家的時刻, 我在我媽媽肚子裡邊啊, 從江蘇海門, 搬到了江蘇啟動, 這張證, 就沒有拿出來, 最後是租了人家的宅基地, 租了人家的滋留地, 直到1984年, 說大家都摘茂了, 把地質的成分也摘茂了, 到了1984年, 1984年, 是我在高中, 二年級時, 高位的時候, 我家才把這張土地欠一針, 拿出來, 一到了1984年, 才拿到了宅基地, 和滋留地, 和滋留地, 也就是說, 我們家從1966年, 到1984年之間, 這個滋留地和宅基地, 都是住來的, 在農村裡邊, 這是人的命根啊, 宅基地和滋留地啊, 我家連這個都沒有, 你想想, 在中國農村裡邊, 既沒有宅基地的, 也沒有滋留地的, 到底有多少, 有多少人家啊, 也是很罕見的, 所以, 我家呢, 窮到什麼程度, 你們可想而知啊, 也就是說, 今天告訴大家, 那個, 那個放出一些污染物啊, 如果不知道這段歷史的話, 中國人不知道通, 中國人不知道通, 如果知道這段歷史的話, 誰還會喊啊, 把原子彈拿出來, 打到美國去, 你, 你原子彈打到哪裡了, 都會飄的, 錢就飄的, 美國曾經那兩顆原子彈, 扔下來以後, 八十六號和八十九號, 任在日本啊, 八十七號就飄到中國了, 接下來啊, 放出一些污染物, 飄到中國的第一站, 就是江蘇啟動啊, 大批的青森林男子啊, 去世了, 因為穿了短褲, 就放出一些污染物, 去世了, 一個老太, 他六個丈夫, 六個丈夫, 都是同樣的原因, 去世了, 他加了六個丈夫, 一個一個去世了, 最後, 他房子也燒掉了, 最後, 又回到了第一個丈夫, 生在兒子那邊, 你說這個事情, 這個事情, 在農村裡面, 是不是被人家, 成為了一個恥笑的對象啊? 是不是成為了一個恥笑的對象啊? 因為中國本來, 在農村裡面, 事情就多, 同情心又少, 東加長西加短的, 你說這個老太, 日子怎麼過嘛? 好, 我今天, 我也這樣一個, 啊, 這個老太啊, 終於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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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從我爸爸那邊離開了, 他組在拐杖啊, 他組在拐杖啊, 萬年組在拐杖啊, 有口說不出啊, 有口說不出啊, 去世了六個丈夫啊, 然後人家說他克服命啊, 說他是克服命啊, 然後到了臨界, 他才知道這回事啊, 我在, 20, 13年3月17號, 臨排558例的時刻, 那些夜點, 那個老太就出現了, 我在牧裡面一直哭啊, 我一直哭啊, 一直哭啊, 哭醒了一刻, 我才知道, 原來那個老太找我來啊, 他說我好严犯啊, 我七十六個丈夫啊, 人家都, 都說我是克服命啊, 實際上是中了放這些污染物, 引起了呀, 原來知道爆炸以後, 中了放這些污染物, 引起了呀, 這個才是實人帶在的, 正式的故事啊, 這個才是正式的故事啊, 然後我看到那個, 第二個老太, 做了一個拐杖, 身材穿了一個比較舊的, 但補丁了, 你實際上看的衣服是補丁就補丁了, 頭髮是還白的, 那個是演戲的啊, 那個是演戲的啊, 那個演戲的, 找一個老太太, 假裝成, 假裝成, 一個, 一個, 鐵幹, 假裝成一個鐵幹, 她說, 你, 請你可, 能不能隔過你饅頭啊, 不行, 人家沒給啊, 後來那個男的就回家, 那個是讀書人啊, 說回家, 再要找, 人家聽說要神仙下凡了啊, 神仙下凡了啊, 老太太說, 你把你的饅頭給我吧, 那個男的沒給, 沒給的話, 然後那個讀書人, 又去找那個, 那個, 老太太, 沒有, 又去找那個神仙了, 沒找到, 然後回家以後, 他的老婆問他, 你找到神仙沒有, 那個男的說, 沒有, 我只放那個老太太, 吃個錢幹, 他想我要饅頭, 沒給, 那個女的說, 那就把饅頭給他吧, 好, 他們, 然後就把一起, 把那個饅頭給他這個老太, 給他這個老太一個, 那個老太告訴他, 我就是神仙啊, 我就是在下凡, 就來解化你的, 這個就是一個, 曾經在網上的一個視頻, 這個是好假, 好假, 好假的, 一個假視頻啊, 太假了, 你聽聽, 剛才, 我講過的, 七十六個, 丈夫的那個老太啊, 那個才是, 真的故事啊, 這才是真的故事啊, 就是發生在江蘇, 其中啊, 江蘇農村裡的事啊, 這才是真的故事啊, 才是真的故事啊, 好, 那第一個老太, 啊, 第一個那個老太, 躺在場上, 哎, 我要對他說啊, 對不起啊, 我應該叫你, 太爺爺, 叫你太爺爺, 應該叫你太爺爺, 啊, 我們是, 既是陸家的後代, 也是趙家的後代, 這裏邊, 就講了一個什麼事情呢, 我的爺爺不是, 日本,他, 我爸爸出生在上海, 我的爺爺呢, 我的爺爺呢, 是在上海, 在上海, 然後日本轟炸機, 炸了上海, 炸了上海一個, 然後國民政府啊, 簽多, 哦, 冰工廠, 冰工廠, 從那個上海一直簽, 簽到南京, 然後簽到五湖, 簽到安慶, 簽到那個, 簽到那個, 五干, 然後簽到重慶, 一路在簽啊, 簽啊, 他們怎麼簽啊, 他是怎麼簽的, 我七年的林牌當中啊, 我才知道, 他怎麼簽的, 去年, 我爸爸有陣子啊, 突然他說, 走路的是個, 情報之間的自己走吧, 情報要陷了, 有人站在牆上, 原來啊, 後來我林牌的時候, 原來是我爺爺啊, 找到我爸爸, 就告訴我爸爸, 當年, 他從上海, 怎麼把那些, 兵工廠的設備啊, 一路拉到那個, 一路到重慶的, 他們啊, 那些人就這樣簽附啊, 就在長江岸上的, 一路拉過去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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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國民的勘戰, 是這樣勘戰的, 共產黨是在沿岸搖洞裡, 說在勘戰, 在勘戰, 在勘戰, 勘戰, 我爺爺啊, 我爺爺啊, 親自啊, 從上海, 用親繩, 拉著, 親繩啊, 拉著那個兵工廠的那些船啊, 一路, 一路, 從, 上海, 沿著長江, 哎, 沿著長江, 一路, 拉到重慶了, 你們, 都不知道, 那年看著, 到底怎麼看著呢, 根本不是共產黨在, 沿岸搖洞裡邊, 歌舞聲平, 看著呢, 這就是我, 在林牌上, 看到的, 什麼叫勘戰, 後來, 大概, 在一年之前, 我看到了一個畫冊, 看到那個畫報, 上面降到, 當年, 很多千夫啊, 拉船的時候啊, 拉船的時候啊, 因為身上, 在岸邊, 很容易被誰打死啊, 打死以後, 衣服就沾在身上了呀, 沾在身上, 就不方便走路了呀, 很快就會把身上, 身上, 皮膚都, 磨掉了呀, 那怎麼辦法, 就把衣服, 褲子脫掉, 光在身子啊, 光在身子, 拉那個船啊, 一路把船, 從, 一路把船, 從上海, 拉到重慶, 所以啊, 後來, 看上的是啊, 日本轟炸機來炸的時啊, 中國還有, 武器啊, 來環節啊, 那些社會是從哪裡來的啊, 就是, 從上海, 拉到重慶的, 那些故事當中, 我爺爺也參與了, 就是, 一路拉著船, 從上海, 走到了, 重慶, 這個才是中國的真正的歷史啊, 這才是中國的真正的歷史啊, 中國的歷史不是, 什麼艱難的探索啊, 不是艱難的探索啊, 我今天講的就是真正的, 中國的一段歷史, 從我們家裡就體現了出來, 另外, 剛才我說的那個, 因為我的祖父啊, 走了, 去重慶了, 要無音信了, 我奶奶就, 改嫁了, 改嫁了那個人, 那家人家是, 就這個地皮, 被那個人, 霸佔了我奶奶, 然後我爸爸, 就是沒有跟著那家人家, 所以我爸爸才, 到了他的那個, 大伯那邊, 我爸爸一直, 沒認那家, 沒認那家的話, 現在那個, 那個, 人家, 那, 從臨界來到, 找我爸爸麻煩了, 也就沒有人造家, 那麼現在, 我想這個太爺也說對不起啊, 我們既是, 陸家的後代, 也是你們造家的後代, 啊, 對不起啊, 那時候沒有, 沒有歸身到你家, 啊, 是我爸爸的錯啊, 我來認個錯, 我替我爸爸, 認個錯啊, 我替我爸爸認個錯啊, 這個, 就是這個事情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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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認個錯啊, 實際上, 在幾年前呢, 我讓我姐已經, 向趙家去, 陪你道歉去了啊, 今天, 我也替我爸爸來, 像, 這位太爺也, 認個錯, 我們既是陸家的後代, 也是趙家的後代啊, 啊, 好, 如果你們, 看到這個視頻的話, 看到這個視頻的話, 你們回味一下, 回味一下啊, 啊, 今天講的啊, 放出一些烏雅膜, 飄到中國, 這件事啊, 放出一些烏雅膜, 飄到中國這件事啊, 然後, 然後, 我不是編故事啊, 那個墓碑啊, 墓碑啊, 墓碑啊, 墓碑的下半節, 墓碑的下半節是, 中文, 中文的, 就講的那個, 這個墓碑的, 這個是一門的啊, 中文一門的, 墓碑啊, 我讀一下啊, 啊, 陸志清先生, 生前, 左下腿, 和, 左胸部, 啊, 右下腿, 和, 左胸部, 各種一枚, 放射性污染物, 後, 緬約的下降, 激發, 肺結核去世, 您希望全世界, 銷毀核武器, 達到世界和平, 我們後輩已經知道了, 正在努力, 完成您的心願, 啊, 我確實住了, 我在, 2012年, 8月15號那天, 8月15號, 日本的投降日, 8月17號, 是中, 是放出去, 我要飄到中國的日子, 我在, 2012年的8月15號那天, 我向, 我從深圳, 向奧巴馬總統, 寄了, 姓故去, 然後我把這個, 原子能爆炸的, 來龍七脈, 講了, 另外,林培英古路那本書上, 我專門描述的這一段, 中一門的, 也寄給了奧巴馬, 一門書, 也寄給了奧巴馬, 好, 後面還有那個書上, 這個書上又詳細講到, 希拉里後來是怎麼看到, 這個資料, 看到以後的, 怎麼, 博然大陸, 然後, 央天要替我, 央天曬一跤, 也就在, 2012年的, 12月15號那天, 希拉里看到了這封信, 她的國務卿拿這個, 然後想要替我的時候, 央天曬了一跤, 後來, 她, 腦身大, 從此以後, 她的運氣就走了, 六天以後, 國務卿的責務就丟了, 然後, 這一連串的事情呢, 都在上面啊, 然後後面, 1945年, 1945年, 8月6號和8月9號, 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, 投資兩顆原子彈, 爆炸, 8月17號, 放射件污染墨, 漂到中國, 7後10年, 因放射件污染墨, 中國死亡人口, 超過日本, 一般人誤以為是, 溫月, 或鼠月, 1945年, 8月17號, 是中國的國難日, 2013年清明節, 為陸子晴先生, 立了墨碑, 即可加入了很多人的, 結構好長了, 現在, 又有人, 要想, 要想, 喊著, 要用那個, 原子彈, 稱讚特朗普啊, 稱讚特朗普啊, 稱讚特朗普現在, 呃, 被, 新法病毒, 中招一個, 中招一個, 西法原子彈, 稱讚錢的武器, 打倒美國家, 人家在喊著, 人家在喊著, 那些五毛啊, 那小粉紅啊, 在喊著, 如果你看了, 今天這個, 我講到的這些, 我領培講到這些, 你想想, 喊得出來吧, 所以啊, 核武器, 在宇宙裡面, 都靜止使用的, 外星人都在清理, 核武器, 靜止使用的, 還有一個, 核電廠, 也在關閉, 啊, 不安的話, 會影響整個宇宙, 啊, 我就講到那個, 太陽的二次工程, 和疑心共振, 就是原著的爆炸, 從太陽發生共振, 引起了太陽的損壞, 啊, 這樣的事情, 我也經常在講, 好, 今天就到這裡, 好, 再見了, 好,再見了, 好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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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個, 好! 好, 打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